外表看似安静 不喜欢社交 但内心却渴望喧闹 在熟人面前 画匣子跟打开了一样 滔滔不绝 而在陌生人面前 只能勉强露出牵强的微笑 所有人说你高冷 但你内心却渴望被朋友围绕 却经常独自一人 如果以上这些你中了一条 那又说明你是假性内向 在别人眼中 你可能被认为是内向的 不善言辞的 不合群的 但实际上 你的内心比谁都更活跃 所谓的不合群 只是因为 你不知道如何与他人 轻松的相处 到底怎么样才能走出 假性内向的困境 给你分享四招 带你给走出来 第一点就是 真正的认识自己 你可以向自己 问这么几个问题 长时间独处之后 我是否会持续获得 积极或消极的反馈 在社交的前中后期的时间 我真正感受到的是什么 我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通过问自己这三个问题 深度审视自己 并接纳你自己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二点就是 积极主动社交 社交是假性内向者 摆脱困境的关键 对于你感兴趣的事物和人 学会主动迈出一步 尝试向他们请教或交流 要知道 长时间不社交 会导致短期内的焦虑和疲劳 这时间一久 会逐渐失去面对外界的能力 因此学会主动社交 接触感兴趣的人和事 及其参与 能够有利于走出 假性内向的困境 第三点就是提升自我 假性内向往往源于 缺乏一种安全感和自信心 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 提升自己 开口眼界 你可以阅读以下书籍 观看以下辩论赛开始 第四呢 就是培养动感力 当他人说话的时候 让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忽视他 让自己变得顿一些 减缓反应的速度 允许自己做自己 也允许别人做别人 不把解读我们的权利交给他人 不接受任何人给我们自己贴标签 记住啊 勇敢做自己 是让自己感觉到 愉悦和舒适的最佳途径 你是否跟身边的朋友 有相似的情况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分享你的情况